光头墙躲在车里吃了几口爽身粉 这时突然一辆警车出现在身后 一名女警缓缓走了过来 一边走还一边警惕地打量着光头墙 这下完了 被抓个正着 谁知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 女警警惕地看了看四周 之后竟然上了光头墙的车 暖暂地尴尬过后 光头墙一下就扑了过去 却被女警一把推开 随后 光头墙神秘兮兮地递给女警一个纸袋 里面是成捆的美金 原来他们都是一伙的 女警和他的同事们 把缴获的爽身粉交给光头墙一伙人贩卖 从中赚取提成 两人在车内的对话刚好被路过的金姐听到 当她看到女警跟光头墙的时候 摄影记者的职业敏感让她觉得有点不对劲 于是拿出单反相机对着两人一顿拍摄 此时车内的两人还在为四千块钱的事吵得不可开交 突然 女警听到了一声手机铃声 她顺手一摸 竟然在遮阳板后面掏出一部手机 眼见事情败露 光头墙一把将爽身粉全都盖在女警脸上 然后下车撒腿就跑 女警哪会善罢甘休 掏出手枪一发子弹 精准无比地爆了光头墙的光头 只是她没想到 这里发生的一切都被金姐偷偷拍了下来 女警把光头墙的尸体拖进树丛 又把她的汽车开过来挡住尸体 正准备离开 突然听到旁边树丛里似乎有人 说着就朝这边走了过来 金姐吓坏了 顾不上掉落的相机头也不回地往山上跑 女警一看这事麻烦了 连忙打电话回所里 所长丧彪告诉她冷静 这片森林公园只有两个出口 让她守住其中一个 同时派大胡子过去处理现场 然而此时的大胡子 还完全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看着撒了一车的爽身粉 心疼地沾了一点放进了嘴里 之后打电话给丧彪 告诉她货被撒得差不多了 不过钱还在 而丧彪关心的是那名目击者 他要大胡子务必找到他 因为丧彪知道 一旦消息走漏出去 他们几个也就混到头了 大胡子文言赶紧把钱和货收拾起来 之后把现场彻底打扫干净 而女警那边 通过金姐留下的痕迹 已经追了上来 金姐躲在树后瑟瑟发抖 女警开始心理战术 告诉她 即使你出去报警也没有用 因为那都是我的同事 金姐感到一阵绝望 转身走了出来 她向女警保证 自己绝对不会把看到的说出去 只求放自己一条生路 谁知女警刚刚将她安抚住 对讲机里突然传来 大胡子的声音 趁着女警回复大胡子的时候 金姐狠狠咬了她一口 女警掏枪 也被金姐一把打掉 就在她满地找枪的时间 金姐一溜烟向着山下跑去 谁知迎面正好撞上赶来的大胡子 女人被两名警察带到湖边 随后女警掏出手枪对准她的脑袋 因为她无意中看到了 女警跟毒贩私下交易 还拍下了女警杀死毒贩的全过程 金姐此时不停地求饶 保证自己一个字都不会说出去 或许同为女人 刚才还心狠手辣的女警 此时却下不去手 就在这时 退休警察老布出现在视野里 眼看着女警再一次举起手枪 老布往这边扔了一块石头 眼看着两名警察的注意力 被吸引过去 老布从后面绕了出来 随后让他们扔掉手枪 跪在地上 老布当了一辈子警察 就她刚才看到的一幕来判断 多半金姐说的是真的 她刚表明身份 大胡子立即表示老布不会朝警察开枪 说着就站了起来 这就麻烦了 老布让金姐赶紧跑路 女警也跟着站了起来 捡起枪就打 可怜开几枪也没能打中 两人总算躲过一劫 金姐一路狂奔 来到一处护林园的废弃营地 翻出一把旧锯子 想将手上的绑带割断 由于动作过大 把一边的铁桶撞翻了 声音立即引起两个警察的注意 两人决定兵分两路分头堵截 刚刚割断束缚的金姐眼看危险 再次来临 在工具箱里翻出一把匕首 别在腰间 等女警来到门口 金姐假装自己仍然被捆着双手 就在女警上来抓她的时候 一刀扎在了她的大腿上 之后迅速逃离 女警强忍着疼痛拔出匕首 找来一根绳子扎住大腿纸屑 这才勉强捡回了半条命 女警凄厉的叫声被大胡子听到 她赶紧绕了过来 此时的女警感觉越来越差 大胡子只好架起她往车边走 金姐已经逃到了湖边 可她还没来得及喘口气 突然一只大手从后面捂住了她的嘴 正是老布 老布让金姐一定要相信她 自己虽然已经退休 可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只有两人合作才有可能逃出去 于是两人约好金姐去取丢失的相机 老布则回自己的小木屋去取手机 她把自己的枪交给金姐 让她拿到相机后来这里会合 这边女警实在走不动了 大胡子只好暂时先将她放下 这时两人上次丧彪出现 她看了一眼女警的伤势 把大胡子拉到一边 告诉她女警很可能伤到了动脉 即便立刻送她下山 她也不可能坚持到医院 何况现在掌握秘密的目击者还没找到 可大胡子有些不忍心 因为女警家里还有孩子需要照顾 丧彪表示自己马上就要参加竞选 一旦成功上位 自己现在的位置无疑就是大胡子的 现在需要她解决掉眼前的麻烦 大胡子听后慢慢走到女警身边 大胡子一边安慰着女警 一边却解开了她扎住大腿止血的绳子 女警顿时慌了 可由于失血过多 她现在已经无力反抗 在大胡子不断的安慰声中 女警逐渐失去了意识 生命的最后一刻 她想到了自己的孩子 一切终于归于平静 大胡子瘫坐在地上 一股莫名的恶心让她吐了一地 丧彪过来拍拍她的肩膀 让她赶紧振作起来 因为他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于是两人分头行动 随后丧彪找到了老布的小木屋 此时老布正在屋内吃着抗抑郁的药物 老伴的离世给她带来不小的打击 喝下一口水 膀胱正好扫见鬼鬼祟祟的丧雕 在柜子里拿了一把猎枪 从后门逃了出去 另一边大胡子抱着女警的尸体下山 谁知金姐正好从眼前跑了过去 大胡子扔下尸体就追了上去 很快就在一段泥地里抓住了金姐 被金姐的大长腿一脚踹了出去 金姐赶紧站起来往回跑 从女警身上拿出匕首一刀向大胡子刺去 没想到拉扯中被大胡子反手一下 扎进了自己的肩膀 情急之下金姐拔出大胡子腰间的手枪 对着肚子就来了两枪 大胡子当场领了盒饭 金姐咬牙拔出身上的匕首 深吸了几口气 用外套做了一个简易绷带包扎好伤口 捡起地上的手枪继续寻找相机 另一边 丧彪还在老布家里寻找线索 她发现了老布的警员证 并无意中发现了一张照片 巧合的是 照片中的女孩子正是自己所里的调度员拉西 这还真是意外收获 随即丧彪拨通了拉西的电话 正在休假的拉西接到所长的电话有点意外 通过电话丧彪了解到 老布正是拉西的叔叔 于是谎称自己是他朋友的朋友 要来了老布的电话 一个阴险的计划也在他脑海成形 从小木屋出来 每走多远丧彪就在路边看到了大胡子的尸体 将大胡子和女警放在一起 丧彪一阵绝望 自己的左膀右臂转眼就双双毙命 还好他还有最后一张网牌 立刻打电话给自己的心服 让他去把拉西控制起来 拉西虽然觉得奇怪 但他做梦也想不到此刻山上发生的事情 丧彪又给老布打去电话 他侄女拉西正是自己的手下 想要侄女活命就必须交出金姐 为了稳住丧彪 老布只好假装答应 谁知正好被赶来会合的金姐听见 这下金姐再也不相信他了 看来警察都是一伙 目的就是为了骗取自己手上的相机 想到这金姐转身就跑 不知跑了多久 他在林中找到一户人家 在金姐苦苦的哀求下 女主人打开了门 老布也追了上来 金姐带着女主人躲进了屋里 老布革门解释 自己只是为了稳住丧彪 并想到了一个万全之策 丧彪虽然处心积虑地追杀金姐 可他并没有见过金姐 也没有听过她的声音 于是想到让屋里的女主人先顶一阵 金姐赶紧拿着证据去找佛伯乐 金姐一听 果然将还是老的辣 正在处理尸体的丧彪接到电话 老布告诉他已经抓住金姐 此时女主人哆哆嗦嗦地报了金姐的资料 丧彪没有听出破绽 为了防止老布耍花招 他让女人在电话里数数 一直到自己找到他们 接着用车里的对讲告诉心腹 让他把拉西也带过来 等他们来到女人家里 女人已经数了一千来个数了 听着电话里的声音 丧彪慢慢走进屋里 可房间里一个人都没有 随即数数声也停了 敢耍我 抛出对讲让心腹将拉西干掉 谁知门后一把枪直接对准了他的脑袋 而外面也迟迟没有传来枪声 他用对讲机询问 可对讲机里却传来老布的声音 他的心腹也正被枪指着脑袋 远处传来警笛声 无数佛伯乐包围了整间屋子 原来二十分钟前 金姐已经把他拍下来的证据上传给了佛伯乐 丧彪彻底败了 他不敢相信自己竟然输给了一个老头和一个女人 他恼羞成怒 把手伸向自己的配枪 一阵枪声响过 丧彪亮亮呛呛地走了出来 肚子上还流着血 一看中枪位置就知道是谁的杰作 最终 丧彪团伙被绳之以法 不久后就传出来他在监狱里卫队自杀的消息 而老布也和金姐成了好朋友